跟著罰警下囚車 這群人全是IMB案涉案嫌犯 其中藍衣平頭男 就是主嫌曾耀鋒 假投資名義 騙了九十億 現在議審終於宣判 不只所屬的金融科技公司 被罰一億元 曾耀鋒本人也因為涉犯洗錢 及銀行法遭到重判十六年六個月 他的妻子張淑芬罪狀相同 也被判主十二年 兩個月刑期 就任前行政院顧問陳正坤 也拿了曾耀鋒不少好處 同樣被以洗錢罪判刑一年 緩刑四年 病科罰金一百五十萬 看到鏡頭狂遮猛遮 替IMB管帳的顏妙珍 這回也被判刑三年九個月 病科罰金一百二十萬 其他數十名被告 則分別被判處兩年到兩年不等刑期 其中有七人獲得緩刑 讓被害人知乎 司法不公 司法判決竟是如此 兩年還可以再上述緩刑 我們這些被害人 每個月都有負債要償還 一毛錢都不能少 但是我們要怎樣 讓這些罪犯還錢 這一些不法的金流 到底是流到哪些 政商權貴的口袋裡面 我們的檢察官 沒有積極的偵判 也沒有給被害人一個交代 暗逼詐騙黃西九十億 導致全台五千多人血本無歸 如今主嫌曾耀豐 依舊不肯交代金流去向 等頭讓被害人所討無門 就算一審重判 被害人失去的錢 依舊討不回來 參與新的正常人 投資小組 泰寶寶